朱灵璐从父亲口中得知 二叔朱易已经为朱灵洪求情 朱灵璐的父母认为家仇不可外扬 朱灵璐只能暂且答应手下留情 可另一边朱灵洪却在继续走歪路 他打算卖掉自己和朱灵洪手中的股份 以此偿还欠下的巨款 第二天朱灵璐与朱易父子谈话 他对朱灵洪挪用公款的事直言不讳 并提出让朱灵洪主动离开公司 朱易父子对朱灵璐这番话很有意见 朱灵璐事后吩咐温柔 查清楚巨款的来龙去脉 薄一新的助理乐乐劝他珍惜眼前人 薄一新其实也感到了潘维宁的真心 而自己与湛南贤可能真的是无缘了 但他仍不甘心 潘维宁提出要管替签署一些保密协议 以便于以后让新公司上市 管替则精神焕发 准备大干一场 湛南贤与高仿正在加班 高仿询问南贤为什么不去英国寻找温暖 湛南贤谈起七年前他就曾远赴英国 却只见温暖与朱灵璐亲近 他就又黯然回国 高仿便劝湛南贤把一切误会解释清楚 但湛南贤了解温暖的性子 知道此事只能要温暖自己想通 高仿理解南贤的决定 他忽然觉得有些胃痛 但还是一心扑在工作上 温柔调查到朱易父子 卖掉了手中的股份换来巨款 朱灵璐头痛欲裂 温柔更惊讶地发现买下股份的居然是潘维宁 温暖从报纸上得知浅宇遭遇危机 便赶紧向温柔询问浅宇和南贤的近况 温柔为了让妹妹宽心 对这一切轻描淡写地略过了 温暖左思右想 还是决定回国 朱灵璐在代中召开股东大会 这时却来了一个不速之客 那就是潘维宁 潘维宁得意洋洋地称自己是代中第二大股东 朱灵璐也无可奈何 会议结束后 朱灵璐一针见血地说自己清楚潘维宁的为人 潘维宁见状也就直言 希望代中和义重以后能够双赢 但如果朱灵璐翻脸 自己就会以利益为重 朱灵璐见他这么说 只好继续和潘维宁保持来往 温暖回国后与温柔见面 提起自己已经恢复记忆 他决定好好面对现在 夜色如水 姐妹俩坐在秋千上回忆往事 他们不约而同地怀念父亲 姐 自从爸爸走了之后 我们就没有像现在这样 一起走在春光 是啊 温柔宽慰妹妹 这一切其实与温暖无关 两人动容地拥抱在一起 潘维宁准备和湛南贤单方面解约 湛南贤看出潘维宁的野心 他警告潘维宁 不到最后还不知鹿死谁手 前雨内高仿忽然晕倒在地 众人连忙把他送去乌院 好了 这集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 预知后事如何 请锁定腾讯视频 搜索温暖的闲 速看吧